你来到重庆喊白 我是罗总记 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的朋友 他是刘亮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刘博士好 是刘老师 我们看到赖金的讲话 让好多人应该说千万人是都失望了 台湾没投票给他的人 大概是达到1800万人 有1800万人没把这个票投给他 这些人至少希望他能够稍微 契恶从善 稍微从善如流一点 可是赖金的让大家失望了 让这1800万人真的失望了 失望到什么程度 失望到股票大跌了 而且赖金的这一座 可以说到台湾经济 可以趴下去再趴下去 除了半导体以外 那半导体因为是有全世界撑的 但是台湾除了那500家的半导体产业链以外 其他可还有160多万家的厂商 这些厂商各个真的是另类的哀鸿片业 如果不跟电子业相连的话 那么其他产业几乎是吃不到什么样的油汤肥水的 那么赖金的资水这么做 很多人说他就是在复制蔡英文 而且和蔡英文做另类的恐怖平衡以后 两边可以说另类的是拥抱在一起 也就是说保蔡英文再有一个八年 他的假博士假论文不要发作 而蔡英文也支持他八年 让他可以安稳的把这盘饭给端走 包括他们的新潮流和他的赖戏 都可以安稳的再吃八年 您认为他这算不算是一种另类的借壳上市 或者是旧瓶新酒 反正他只要把自己的位置再做好八年 他其他再也不管其他台湾的经济会有什么发展呢 刘老师 是的 欧老师说的非常对 就是赖金德他发表520演说之前 他其实也说过很多次要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但是我们在香港看 其实蔡英文路线也分为两个时期 蔡英文2016年上来的时候 他的演说其实还应该来说是非常温和的 甚至大陆的一些学者都说可以接受的 那么他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他是把对岸或者称为大陆 不像这次赖金德一口一声都是中国 都是说中国说了好多 其实就把这个两岸的定位完全是定位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定位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当时蔡英文还比较明确的说 要承接马英九时代两岸交流的所有的成果 那么就包括旅游啊 包括大陆学生到台湾上学啊 包括那个山通啊 包括所有这些啊 还有签署了 ICFA还有等等这些的成果 蔡英文都说要坚持 揭全盘接受过来 那么蔡英文还有第三个呢 他还说他要继续按照两岸关系条例 那的确还是两岸啊 不是国与国 但是这次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啊 两岸啊 这个人民国际条例 这个赖金德根本谈的不谈 而且呢 那个啊 原来呢 这个蔡英文呢 还把两岸关系作为一个章节端门去论述 而现在呢 赖金德也不把他单独列的 而是放在保护台湾利益等等 这个放在这里边来说 所以呢 啊 这个 蔡英文就是第一个任期的时候 啊 大陆方面就说只差 没有说九二共识 不然其他的都可以接受 但是 到了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 那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大陆的有些学者就说 这里其实就暗藏了 他的务实的台独的用心在里边 所以呢 按照这样的说法呢 实际上啊 啊 这个 赖金德啊 甚至在某些方面呢 比这个啊 蔡英文啊 走的应该来说是往独的方向 是走的更加啊 这个猛烈更加往前走的一步 所以未来在这个大的方面啊 这个总体方面 赖金德好像是执行了蔡英文的路线 但是实际上 但是实际上这个蔡英文特别是第一个任期 他所处于的两岸的关系 我想赖金德未来恐怕很难去扶制 那么在赖金德这个执政以后 是否两岸关系出现一个新的黑暗期啊 我们是要留意和值得观察的 是我们听到刘老师分析啊 蔡赖两个人的手法上 以及呢 在次序上 还有在面对大陆的整个关系的处理上的大不相同 但是呢 我们呢 也注意到另外一个事情 那就是啊 蔡英文当时候啊 会采取这么多的软姿态 以及呢 经过四年以后啊 他又开始啊 相对的硬了一点 那么这些姿态啊 大家做了一个前后的对照 有一个发现 那就蔡英文啊 他确实是有一个 贾博士贾人文的事情啊 恐怕是捏在美国手上 而事后呢 他又跟美国啊 做了很多关系上的修复 我们知道啊 他送了很多美国参中议员 好些好些重大的礼物 这些礼物啊 他可以说 透过他第一个任期的四年啊 已经让美国这些人啊 弄得盆满钵满 而且到了第二任的任期啊 他是加重啊 给予他们 所以呢 大家是一团一团的来啊 络绎不绝 我们真的是觉得奇怪 这些人到底是来打卡的 还是来干什么 而且他们来啊 既不上阿里山 也不上日月潭 甚至连连台北的草山行馆 或者阳明山公园呢 他们都没有去 去的就是指到凯纳荷兰道那道楼 顶多呢就到附近的台北宾馆了 去吃吃饭 这些人到底是来干啥的 真的让人家搞不明白 不过后来大家也都弄明白了 但是赖清德呢就不同了 赖清德没有这些事情被抓在美国上 反而大家认为赖清德的事情啊 是抓在蔡英文手上 所以呢 他就只好对蔡英文低头 试试啊 言必称蔡英文 但是呢 美国那边呢 他就不需要啊 太多遮掩了 这是不是可以看作 是这两个人啊 之所以姿态 知识 遭世 前后的次第 不一样的真正原因呢 刘老师 是的 那么啊 这个欧老师说的非常对 那么实际上这个赖清德和蔡英文呢 实际上还真是有很大不同 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是李登辉培养的 那么赖清德呢 他自己啊都非常啊 以这个自己是台独今孙 而自豪的啊 而且他靠了一个孤宽敏 日本派的孤宽敏 他又学安倍晋三 走日本路见 对啊 对啊 所以他们两个的啊 这个背景还是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一回这个赖清德 其实呢 整个的讲话还急事 还是把他自己心里话 说出来 想方设法 都是要把他最主要的基调 给说出来了 而且也让大家觉得到 看起来赖清德啊 要给台湾添麻烦啊 台湾啊 许多公公业者和蔡英业者 来自于啊 相关产业的这几乎是数十万家的 相关的这个经营者啊 个个真的只能把皮绷紧一点 要过苦日子了 感谢刘老师精彩分析 谢谢刘老师 谢谢欧老师 做这个 console 发塞了 谢谢大家